老师 其实呢 最近还有一篇的论坛上面的谈话 提到的是林毅夫这个人 那5月14号呢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呢 发展一个主题 那内容主要是针对世界经济 金融跟全球秩序发展展望的 这样一个主题论坛 那这一份的论坛当中 林毅夫对于未来的经济 跟全球新秩序有做了一个评论 他说当中国的经济总量 是美国的两倍的时候 全球的新秩序就有望和平展开 他不是凭空说的 他是有一些数据 他说20世纪初 也就说1900年这个世纪初的时候 当时的世界的经济版图 是算是非常稳定的 等于是说大概有七到八个国家 来这个占了全球的GVP的50% 那到了21世纪呢 全球的经济版图就进行了 一个很大的变化 G8后来变成了G20 那到了2000年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 中国的GDP的比重 从6.9% 一直到了2018年 就高速的增长到16.8% 这中间呢有非常多的 10个百分点的增长 老师是不是要跟我们分析一下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除了他有很好的一个政治环境 保证他一个背景之外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在 我想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如果淑芬你提问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 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之所以 经济从改革开放 一直到现在四十多年以来 这个陈鸡丹那么漂亮 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和平 那所以中国一直强调和平崛起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林义夫先生啊 我非常喜欢 喜欢阅读他的文章 或者说是听他的演讲 不因为不是只因为说 他是台湾出身的一个学者 而是他讲的 我认为呢是非常有道理 而且呢非常有根据 那林义夫先生讲的几次演讲 我都有去听 然后他的他写的文章 或者说是其他的媒体 摘录他演讲的文章 我都有拜读 那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 那他在这一次演讲当中 我觉得他的一个核心的精神 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 我们中国要崛起的话 一定要掌握一个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要避免战争 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不要介入战争 或者是参加这个参与战争 那这个我们从台湾地区的 老百姓来说的话 听到这个是不是也很安心 因为你不是说 一定要用战争来解决台湾问题吗 那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 有很多 和平是一个主要的 主要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台湾 我是在讲中国的崛起 其实美国我们看 他的一个崛起 他也不是主动求战 你看他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也是英国这些人跟他拜托说 哎你赶快介入了 我们都已经撑不住了 二战也是一样 欧洲撑不住了 要不是日本打珍珠港的话 他不会那么快介入二战 因为美国的总统 你看拜登看起来有点笨笨的 可是呢 美国的总统有一个优点 虽然他本身可能是笨笨的 他后面的幕僚 我说的幕僚是什么 智库 美国最重要的 我们中国人要学这一点 就是说 美国最了不起 我觉得最值得我们中国人去学习 就是他有很多的智库 你看美国的智库 不管是情报单位的智库 国务院的智库 国防部的智库 五角大楼的这个智库 还有他各个比如说NASA 他的科学的智库 各方面的智库 有点像是天上的繁星啊 非常的多 而且他跟资本家之间的连结 他跟企业之间的连结 他跟军火商之间的连结 可以说是盘根错节 那美国我认为国力强盛 两个原因 一个他的智库非常的发达 第二个他奖励学术研究 奖励学术研究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放到最后来讲 那我现在要说就是说 我们要学美国哪一点 要忍住 什么战争都不要去参加 乌克兰战争那是他的事 我们要很现实的讲 我们要很现实的去思考 一切的问题 用现实主义去思考 普天之下的一切的问题 是一个国家 可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包括逼斯迈 包括拿破仑 包括英国的首相丘吉尔 他们看待问题 都是用现实主义 我认为一个国家治国 一个最高的原则 就是现实主义 当一个政治家当一个领导者 你必须现实主义 俄罗斯跟中国是好朋友 没错 可是他如果说 拜托拜托十万火急 请你来参战 对不起 这是你这是你的事 我可以道义上支持你 可是我不能实际上支持你 那当然俄罗斯 他是站在一个反对美国 或者是反对霸权的最前线 这一点了不起 可是呢事实上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中国必须现实主义 所有的战争都跟我无关 这样才可以崛起 那林义夫 我觉得他演讲当中 讲了一点 要尽一切的可能性 避免战争 没错 林义夫他觉得中国接下来 最好的战略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老师所说的 中国应该要竭尽所能 去避免战争 那同时呢 他也提供了两个角度的建议 给在这个会场的论坛上面的人 第一条建议就是说 希望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 那第二条建议是 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 这两个部分对于中国大陆 未来的一个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是的 我觉得动态 我认为大陆够动态了 大陆不断的在所谓的宏观调控 他就不断的在根据他的 综合的需求 还有外部的因素来做调整 那我想林义夫在演讲当中 我看到几个亮点 我觉得可以来介绍给大家 他说在公元1900年的时候 当时的八国联军 包括美 英 法 德 义 俄国 日本 奥匈 帝国 当时这八个国家 他的GDP占比是占了全世界的50.4% 可是呢 这个是1900年就是八国联军时代的 到了公元2000年就是事隔一个世纪以后 公元2000年G8集团 就是G8集团八个工业的强国 包括美 英 德 法 义 俄 日本 再加一个加拿大 八国联军的时候没有加拿大 但是呢G8有一个加拿大 这个八国家加起来 他的GDP是多少呢 47% 就是比八国联军的时候 还降了三个百分点 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经过的一百年 世界的经济的格局 基本没有改变 还是掌握在西方的强国手上 就是全球的经济 还是掌握在这个方面 可是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啊 到了中国在公元2000年的GDP 是6.9% 可是在18年间 就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 GDP成长到了16.8%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长 这个成绩是非常漂亮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是在2014年 我们现在都非常谦虚的说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是呢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过分的谦虚 但是我们要非常的沉稳 但是呢 该谦虚的时候要谦虚 不该谦虚的时候就不用谦虚 在2014年 2014年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它有一个统计 它根据这个购买力评价 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算这个人均所得 或者GDP的时候 我们如果算购买力平价的话 中国的GDP是17.6万亿美金 就是17.6亿 这个购买力非常强 17.6兆美金 购买力非常的强啊 对 但是美国呢是17.4 换句话说 更少 少一些 少于中国 那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就是2014年 那是八年前的事情 那所以 最近八年的这个成长的势头 还是一样 中国还是缓 这个缓缓的往上成长 美国是缓缓的往下走下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是越来 它的经济的实力越来越强 可是林毅夫先生的观点是 他说我们现在中国的人均所得 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那我们现在比起来 我们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呢我们中国的一般的人 是比美国穷很多的 因为我们只有他的四分之一的所得 当我们的所得 是跟美国一样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我们只要有他一半的所得的时候 我们就是他两倍 我们如果是跟他所得一样的 跟美国人的所得是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是他的四倍 就是说我们是他一半所得的时候 美国就必须跟中国 坐下来好好的谈 要怎么样和平相处 然后以后呢就和平的往来 你也不要对付我 我也不要对付你 所以呢林一夫的意思啊 我们要听懂要听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还没有达到 跟美国平起平坐 可以让他坐下来 好好的谈谈判的时候 我们要忍住 我们要避免一切的战争的可能性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核心的精神 好其实林一夫呢有提到说 的确现在美国是透过了亚代地区的 一些战略企图要包围中国 但是他认为说 中国后发展的有后发展的优势 他说呢因为中国是有比较好的 政治环境来保证它的稳定增长 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 接下来五年十年 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的成长的 一个力道 应该是整个的直线的往上飞的 一个力道来看了 好但我们另外还来看到 刚刚老师也提到说 中国在经济上也好 在军事上也好很多的发展 但是呢对学术上的部分 也其实有很好的一个研究的 这个发展 我们看到有一份 这是韩国科学技术情报的研究 发现说中美科学论文的数量 跟品质的对比 那以前呢大家都认为说 中国的论文的数量是很多 但品质呢有人认为说 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强 但是现在呢这一份的资料显示了 其实呢中国科学论文的值跟量 都超车了美国 八个领域全部都是排第一了 老师这个部分就是 大家就像老师讲的 该谦虚的时候要谦虚 那不该谦虚的时候 真的要勇敢的讲出来 那的确我们在这个 论文的质量的部分 在科学在学术的领域部分 其实八个领域都是排第一人 其实中国在基础科学啊 我们说早期的时候 1960年代 1970年代的时候 它的基础科学已经非常强了 那一个国家最重要 就是说基础科学 它的基础科学能力 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 这些基础科学如果能够强的话 它就有一个基础 它就可以这个成长的一个基础 那中国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 之上起来的 那比较了不起就是说 最近几年来 这个中国大陆 它在科研方面的成就 这个科研方面的成就 包括科学跟科技 科学跟科技是不一样的概念 不一样的层次啊 不管是科学的这个论文 还是科技的论文 这个大陆的论文的这个篇数啊 都要超过美国 超过欧盟非常的多 而且是占比是占世界第一位 有的甚至于论文的这个比例呢 是占了全球的70%左右 哇这个不得了啊 当然呢这个论文 我说的这个论文 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写一篇论文 它的比 它的这个来做比较是怎么比较呢 它是优质的 就是最好的论文的1% 前面的1%来做比较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值得参考 而且值得这个玩味啊 非常可以说是 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它是占比在前面的1% 那这个部分呢是值得 非常值得骄傲的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引以为致满 因为事实上你在进步啊 这个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 美国也在进步 美国他不是说他现在不如你啊 他事实上他如果要发挥 他的一个真正的潜能的话 那这个中国也是受不了的 所以这个我认为 中国是在现阶段看起来 是领先的势头是非常强劲 但是这个势头要继续的发展下去 要继续发挥下去 不能稍稍的懈怠 好另外还有一篇的报道 就是提到新加坡前外交长 也就是副外长坎培 坎西培他有说了一句话 因为现在呢发现说 西方国家像是美国为首 他跟欧盟跟其他的这个 西方的一些组织有很密切的联系 那这一次呢拜登又来到了 欧洲来到了亚洲行 然后呢宣布印太经济架构的一个 宣布的成立 但是呢这在在的很多人看 他直指的对象目标就是中国大陆 但是呢这一位外长呢 外交官呢他说 他说希望呢这个西方在跟中国脱钩 他认为这其实是非常的不现实的 他说没有人能够跟中国脱钩 即便是美国也不行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解 这个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在全球化以后啊 我们知道全球化的概念跟做法 大概从1970年代开始 尤其是越战结束之后 这个全球化的势头 已经不可避免 那这个全球化的概念啊 最开始的时候 当然就以企业来说的话 是为了减少成本啊 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的丰田汽车 Toyota 丰田汽车现在是全球 可以说是排名啊 就是它的产量啊 它的量产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汽车 那刚开始的时候 Toyota这丰田汽车 它只局限在日本本土生产 都是在日本本地 就是Made in Japan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成本越来越高 比如说 这个我就再回到我今天看到的 这个骑摩托车的老太太啊 就是八十几岁还在骑摩托车 这个八十几岁的人 其实跟我们年纪相 跟我年纪相差不大 大概比我大个十几岁 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是什么样的年龄 就是战后婴儿潮 这个战后婴儿潮这一代的人 他们现在都老了 那我们讲回就是 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说 关于这一个脱钩的问题 我刚刚是讲丰田汽车 1970年代的时候 日本的人工节节上涨 80年代的时候人工节节上涨 那怎么办 他们就想把工厂外移 外移到什么地方 他们选了很多国家 觉得中国最好 因为中国的人口 中国的劳力人口劳工 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呢劳力非常的丰沛 工人 随便你挑 挑筋减肥 随便你挑 那所以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做法 就是从70年代 80年代 因为发达国家 我们刚刚讲的G8或者是G7 这些发达国家 发现他们的人工越来越贵 成本越来越高为了降低为了cost down 这个企业界的人最喜欢讲就是cost down 要怎么样cost down cost down的方式就是全球化嘛 就是全球化嘛 那美国现在要来反全球化 就是我不跟你玩了 你中国这样子那么厉害 我不跟你玩了 不跟你玩的结果就是要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逆得了吗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把所有的比如说GM汽车 你把福特汽车 你把所有的美国的产业 过去的这种手机产业 或者是什么产业全部都回美国 理论上可行 实际上不可行 所以要跟中国偷钩 或者说是要跟美国偷钩 中国不敢说跟美国偷钩 但是美国敢说跟中国偷钩 因为他认为他的技术比中国高很多 技术他有他的技术 但是别忘了中国的科技 现在是逐渐的在赶超西方的 这个速度上是非常的快的 所以这个部分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 其实不应该小觑 而且呢是应该跟中国有比较 更密集的合作才对 所以中国的这个科技是慢慢上来了 你看 我看大陆新闻 我观察一件事情 你看这个马斯克 他的星链计划 他是不断在发射人造卫星 不断发射人造卫星 我跟各位报告 你看大陆的媒体报导 几乎两三天就有一个新闻说 大陆的长征几号火箭又发射了 然后上面有几颗卫星 天上只有两个国家的卫星最多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美国 那中国为什么一直要发射卫星 有它的道理 有它经济上的需求 有它军事上的需求 有它科研上面的需求 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竞争 会越来越激烈 但是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绝对不要去做说 我要跟你脱钩 中国也不敢说我要跟美国脱钩 美国如果要跟说 要跟中国脱钩的话 对它来说是一场悲剧 对全球也是一场悲剧 为什么会天下大乱 会经济混乱 大家日子已经过得 大家说老实话疫情之下 大家日子过得非常不好 可是你在这么一个逆全球化 大家都不要过日子 这个大家都不要过日子 可行吗 我认为不可行 所以大家都不会答应 东南亚国家也不会说 我要跟中国脱钩 它不可能的 它不要过日子了 它不想活了 它要自杀吗 不会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 好好过日子吧 还是好好合作吧 还是好好的和平崛起吧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 你好 你好 好 好 好